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加油的频道 传说戴日战系列 三个世界顶级的科学家 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做了一项命运实验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美国想研究一项技术 可以使自己的军舰或者是飞机 能够在战争中躲避雷达的监测 如果实验成功了 那美国戴日战中那不就无敌了吗 于是美国请来了爱因斯坦 特斯拉 冯诺伊曼这些世界级的科学家 一起来进行这项实验 但是这个实验出了意外 被迫停止了 可是他们做的这两次实验 获得了意外收获 那就是使参与实验的军舰瞬移了 因为这个故事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但是这些人的爆料还有很多的证据表明 飞船实验真的发生过 而且据说特斯拉的趋势也是跟这场实验有关 所以大家可以把今天的内容 当作都市传说来听一听这些都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验的实在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由于美国远离战场 国内形势比较稳定 世界上很多的科学家 企业家文学家 都纷纷来到了美国发展 爱因斯坦就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他是犹太人嘛 在二战期间 有好多的犹太人都因为战争的原因 被迫来到了美国 美国政府又在战争中获得了很多的好处 赚的是盆马波马 他们把这些资金投入到各个领域 导致了美国的科技医疗生物等各个方面 都有了一个飞速的发展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 美国想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军事武器的研究上 毕竟那个时候二战还没有结束嘛 于是美国找来了爱因斯坦来主导这次实验 特斯拉的公司配合爱因斯坦的理论来具体实施 这就属于是强强联合了 爱因斯坦我们都知道 公认的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吧 特斯拉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 但是这个人也非常的厉害 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的东西都跟他的发明有关 比方说X光 雷达 传人机 收音机 这些都跟他的发明有关系 费城实验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 由这些特殊的人做的实验 当时美国军方的设想就是想研究出来一项技术 可以让他们的军舰在海上行驶 而不被敌方的雷达监测到 因为美国独特的利率位置 如果当时二战茫延到美国的话 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海军和空军 而军舰和战斗机作战 雷达就是他们的眼睛 所以他们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夺避雷达 其实这项技术美国最后研究成功了 在这次实验的30年之后 1977年美国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引擎飞机 可以躲避雷达的监测 所以说如果飞程实验是真的 那在二战期间 美国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隐形技术了 只不过当时他们的研究方向错了 现在的引擎飞机之所以可以躲避雷达的监测 是因为飞机上的一个涂层 这个涂层可以吸收雷达发射出来的电磁波 所以只要把这个涂层研究出来就可以了 而当时他们的研究方向是 用特斯拉发明的线圈制造出一种强大的磁场 通过这个磁场让无线电波发生扭曲 从而实现让雷达检测不到的目的 美国政府之所以这么自信 他们可以研发出来 是因为1921年特斯拉发明了特斯拉线圈 这个线圈可以产生超高电压的交流电 在1925年爱因斯坦也发表了他的同一场论 而这两个人当时恰巧都在美国 所以他们天真的认为 只要让这两个人合作 就很有可能完成使物体隐形这个计划 他们把这个计划命名为彩虹计划 费城实验就是彩虹计划的一部分 在1942年美国政府把彩虹计划这个项目交给了特斯拉的公司 特斯拉本人是彩虹计划的负责人 爱因斯坦等于是外员加李正指导 他们两个也是不负众望 在接到任务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了初步成果 在1942年末的时候 特斯拉就表示这项技术已经基本完成了 只不过在做实验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奇怪现象 所以还不能真正使用 至于是什么不可控的奇怪现象 特斯拉没有表示 但是从后来实验的结果来看 当时特斯拉说的不可控的现象 很有可能是实验的物体发生了瞬移 特斯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一直拖着这个项目 不让它继续进行下去 因为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 下一步就该用真实的军舰和船员来做实验了 所以特斯拉感觉 得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可是时间拖的越来越长 项目却丝毫没有进展 但是1942年底二战进入了关键时期 美国官方就着急了 想让特斯拉不要管那些小问题 既然大方向已经定了 那就赶紧实验一下 不要在乎那些细节了 但是特斯拉不同意 说这些问题不解决 那就不可能进行下一步 如果你们非要进行下一步 那你们爱找谁找谁 我是干不了 于是美国军方就真的换人了 他辞职了以后住在纽约的一家酒店里 在1942年1月7号 也就是辞职以后没多久 他就死在了那家酒店 特斯拉去世了以后 美国联邦调查局拿走了特斯拉所有的研究资料 并且送到美国国防部进行分析 所以很多人就谣传 特斯拉的死跟费城实验有关 因为他不配合美国军方进行下一步的实验 所以他们把特斯拉囚禁在这家酒店 拿走了他的研究成果 拿到资料以后 他们迅速准备了下一步的实验 于是找到了另外一个物理学家来负责彩虹计划 这个人叫约翰·冯德尼曼 也是犹太人 他参与了美国原子弹的研发 据说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就跟他有关 他当时还提议了将原子弹投在日本京都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做事不计后果 当他拿到特斯拉的资料 成为彩虹计划的负责人以后 就立即着手准备下一步的飞城实验了 他当时选中了一艘停在飞城港口的军舰 名叫埃尔德里奇号 于是他们在1943年7月 开始将实验设备陆续搬到这艘船上 这些设备主要就是特斯拉线圈 还有一些电子设备 并且准备在7月22号这一天开始第一次实验 因为这是第一次实验 害怕上面的船员会有危险 所以实验的电磁强度没有开到最大 只是试一试 他们接通电源之后 听到埃尔德里奇号发出了很大的电流声 并且传身发出绿雾 这和他们实验的设想是吻合的 于是他们断开电源给上面的船员体检 虽然这些人里面有一部分人出现呕吐的症状 但是这一次的实验基本还是成功的 所以他们完善了两个月之后 准备在10月28号这一天进行第二次实验 这次的实验就不用那么保守了 因为有了第一次实验的铺垫 并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或者是船体爆炸之类的 所以他们认为第二次就可以使用正常的高电源进行实验了 这次的实验 埃尔德里奇号上一共有22名船员 在10月28日下午5点 他们开始了这项实验 电源接通了之后 埃尔德里奇号周围形成了很强大的磁场 并且伴随着很大的电流声 跟第一次一样随后 船身冒出了绿色的烟雾 并且很快这些烟雾将整艘船包围了 过了没一会儿电流声消失了 这个时候大家以为机器停止运转了 都以为实验失败了呢 可是绿色烟雾散去之后 埃尔德里奇号不见了 这个结果把当时在场的所有科学家都震惊了 因为他们只是想用强大的磁场来干扰电磁波 使物体达到物理层面的隐形 但是没有想到这艘军舰不光雷达检测不到了 就连人眼都看不到了 它真的隐形了 过了几分钟以后 这艘船又重新出现在他们眼前了 还是原先的位置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成功的 将这艘船隐行了几分钟 正在他们高兴的时候 国防部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有人在弗吉尼亚诺福克海军造船场附近 看到了一艘军舰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艘船只停留了几分钟 还没等附近的人过去查看 这座船就又消失不见了 这个时候这些科学家才意识到 他们的实验不是将船隐形了 而是瞬移 这个时候实验只剩下最后一步了 就是检查军舰上面船员的身体情况 还有问问他们实验的过程中 他们看到了什么 可当他们走上军舰 发现这些船员的状态很糟糕 甚至还有人的身体穿进了军舰的墙壁 一些幸存的船员大多也是神志不清 身体被严重烧伤 因为这次的实验对人体的危害性太大了 所以美国军方决定丧停彩虹计划 将所有的研究成果封存 整个实验过程的参与者都签下了保密协议 不能将实验的任何消息透露出去 这就是整个传说的过程 本来这个事情应该已经告一段落了 当时十年之后 1955年 这个事又被翻了出来 当时美国有一个写小说的 畅销书作家 名字叫莫里斯·杰瑟普 其实这个人在从事写作之前 曾经是天体物理学的博士 后来因为对UFO感兴趣 于是辞职 专门去写有关部分飞行物的书 看过我之前罗斯维尔那些视频的朋友可能知道 美国自从1947年罗斯维尔事件爆发之后 有关不明飞行物的话题就很受大家的欢迎 杰瑟普就是趁着这个风口 写了很多有关UFO的书 圈了一大批粉 他的这些粉丝中有一个名叫阿联德的人 这个人在1955年给杰瑟普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说自己对杰瑟普 关于不明飞行物的观点十分认同 并且将自己的亲身经历都告诉了杰瑟普 他自称自己曾经是埃尔德里奇号上面的一名船员 因为1943年参与了一场秘密实验受了伤 于是辞去了传言的职务 他说的这个秘密实验就是飞尘实验 在这之后杰瑟普又跟阿联德通了几次信念 阿联德将他制造的有关实验的细节 通通告诉了杰瑟普 希望可以通过杰瑟普的影响力 把这个实验公布出来 当时杰瑟普的这本书还没有写 他就死在了自己的车里 这个不是传说啊 这个人真的就在1959年自杀了 当时他把车的排气筒接了一根管子 通过后车窗插进了车里 然后启动了汽车 他就坐在车里就这样自杀了 所以他的自杀就非常可疑 大家都在怀疑 他是不是知道什么真相被人灭口了 随后有关飞尘实验的留言 还有传说就非常多了 美国海军也多次辟谣说 根本就不存在飞尘实验 而且还把1943年军舰的日志公布了出来 说当年埃尔德里奇号根本就不在飞尘 虽然有美国官方的辟谣 但是《飞尘实验》的传说还是被越传越广 到了1984年 美国的导演斯托尔·特洛费尔 把这个传说进行改编拍成了电影 名字就叫做《飞尘实验》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的好多视频素材 都是在这部电影上面揭取的 这个实验虽然是传说 但是可信度很高 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期间 科学界的思想比较活跃 再加上美国出了大量的经费来搞科研 所以当时美国军方联合科学家 制定了很多的秘密军事实验 这些实验如果失败了 就不会有人知道 成功了之后才有可能被公布出来 美国的洋子弹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他们当时研发洋子弹的叫万哈队计划 在研发出来之前一直是秘密进行的 完成了之后才说有这么一个万哈队计划 所以说关于飞尘实验的这个彩虹计划 也并非没有可能 或许一个物体受到超大磁场的作用 真的可以发生顺移或者苹果消失 那么在这里今天的话题我就分享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专门将有和历史人的 奇闻趋势势危险之谜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话题 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 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